作曲 李宗盛 过去每日黑光阴 造试炼力量我绝愿痴 不需要再困恼每天担心 依靠父与悲细心极致 上帝心仁慈无边不可参 神定有最美好的计划 一生里总满有喜有相介 主爱护日夜似安泰 心知道 祂今辈我重担痴急安慰 祂满事力量每天都有 父同思 爱意能牵出一切 神定义 这应许别对意 祂应云 似我能力中此事 那我愿尽力以生气 心知道过去每日黑光阴 造试炼力量我绝愿痴 不需要再困恼每天担心 以靠父与悲细心极致 上帝心仁慈无边不可参 神定有最美好的计划 祝侦却 一生里总满有喜有相介 主爱护日夜似安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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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 就是拯救我们的神 是应当清重的 神是为我们施行诸般救恩的神 人能脱离死亡事在乎主耶和华 但神要打破他囚敌的头 就是那常犯罪之人的法柄 主说 我要使众民从巴山而归 使他们从深海而回 使你打碎囚敌 你的脚踩在血中 使你狗的舌头 从其中得分 神啊 你是我的神 我的王 人已经看见你行走 进入圣所 歌唱的走在前 作乐的垂在后 都在激古的同旅中间 从以色列源头而来的 当在国会中清重主神 在那里 有统管他们的小便雅民 有犹大的首领 和他们的群众 有西布伦的首领 有拿弗他利的首领 诗篇六十八篇十九至二十七节分为两段 十九至二十三节讲述神将来的胜利 众民欢呼鼓舞 因为神必继续胜利 进均直到他的子女得到完全的拯救 二十四至二十七节表达众民有罪的排列 歌唱的在前面 作乐的垂在后边 都有激古的童女在中间 各个以色列的支派聚集前往神的大会中赞美上帝 诗人高呼 要在大会中赞美上帝 以色列的会中都要赞美耶和华 让我们带着敬畏的心 响应神的圣文 一起赞美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上帝 他的拯救 将来的胜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撒母耳记》上十至十一章 撒母耳将一瓶高游倒在素罗的头上 亲吻他说 耶和华已经高纳你做他子民的首领 你离开我以后 会在汴雅敏境内的涉杀 靠近拉杰的务旁遇见两个人 他们会告诉你 走失的路已经找到 现在你父亲不再为奴担心 反为你担心 说我该怎样找到我的儿子呢? 你继续往前走 会在他坡的像树那里遇见三个人 他们要到八拔利去敬拜上帝 一个牵着三只山羊糕 一个带着三个饼 一个拿着一匹袋酒 他们会问候你 送你两个饼 你会把饼收下 此后你会去上帝的山 那里有菲利士人的驻君 你一进城 就会遇见一群先知从丘坛下来 前面有人鼓失 敲鼓 吹笛 弹琴 先知们会讲预言 耶和华的灵会降在你身上 你就会和他们一起讲预言 那时你会变成另一个人 这些少头临到你的时候 你就要见机行事 因为上帝与你同在 你先到吉甲去 在那里等候七日 我会到那里献凡祭和平安祭 我到了以后会告诉你怎样做 塑罗转身离开撒母耳 上帝使他心灵换言一身 撒母耳所说的预言 那日都应验了 塑罗和他的仆人来到上帝的山 遇见了一群先知 上帝的灵降在塑罗身上 他就和他们一起讲起预言来 以前认识塑罗的人 看见他和先知一起讲预言 就以论说 何时的儿子怎样呢 塑罗亦都做了先知妈 当地的一个人说 他们的父亲是谁 自此之后 塑罗亦都做了先知妈 就成为一句言语 塑罗讲完预言之后 就去到丘坛 塑罗的叔叔问他和他的仆人 你们到哪里去呢 塑罗答道 我们去找颅 没找到就去见撒母耳 塑罗的叔叔说 请你把撒母耳对你们说的话 告诉我 塑罗答道 他肯定地告诉我们颅已经找到了 但是塑罗没有将自己做王的事告诉叔叔 撒母耳将所有的以色列人 招聚到米斯巴耶和华那里说 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这样说 我带领你们离开埃及 从埃及人及压逼你们的各国之人手中救出你们 但你们现在却背弃了拯救你们 脱离一切灾难和困苦的上帝 竟然对他说 我们要你立一位王来统治我们 所以你们现在就按着支派中族 站在耶和华面前吧 撒母耳让以色列各支派来抽签 结果抽中了便雅敏之派 然后撒母耳让便雅敏之派的各中族来抽 结果抽中了马特利家族 最后又抽中了基士的儿子素罗 大家找素罗却找不到他 他们就来求问耶和华说 这个人来了吗 耶和华说 他来了 躲藏在行李堆中 他们就跑去将素罗请来 素罗站在百姓当中 高出众人一个头 撒母耳对百姓说 这个就是耶和华为你们选的人 在以色列没有人能够给得上他 众人高呼 冤王万岁 撒母耳向百姓说明 做君王的权利和责任 又将这些都记在策子上放在耶和华面前 然后让百姓各自回家 素罗返回基比亚自己的家时 有一群被上帝感动的勇士跟随他 但是有一些市井之徒说 这个人怎样能够救我们 就鄙视他 没有送礼物给他 但是素罗没有说些什么 阿门人拿赫率军上来围困基列阿比 城内的居民对拿赫说 你与我们立约吧 我们愿意服从你 阿门人拿赫说 好 但有一个条件 我要滑去你们每一个人的右眼 作为对全体以色列人的羞辱 阿比的长老说 请欢迎我们七日 我们好派遣使者去以色列全境 要是没有人来营救我们 我们就向你投降 阿比的使者来到素罗的家乡基比亚 将他们的情况告诉众人 大家听了之后都放声大哭 那时素罗刚好赶着牛从田间回来 便问道 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大家都在哭 白姓将阿比的情况告诉他 素罗听后 上帝的灵降在他身上 他勃然大怒 牵来两头牛 将他们切成碎块 然后派使者将碎块分发到以色列全境 并且宣布 谁拒绝跟随素罗 和撒姆尔出战 他的牛就要被砍成这样 上帝使百姓充满恐惧 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回应 素罗在比色统计以色列人 共有三十万 从犹带来的有三万 他们让阿比的使者回去 去告诉基列阿比人 说 明日中午 你们必得拯救 使者回去告诉阿比人 他们非常欢喜 就对阿满人说 明日我们会出来归信你们 你们如何对待我们都可以 第二日 素罗将以色列人分成三队 在黎明时分突袭阿满人的军营 将他们杀得大败 直到中午才收兵 阿满人的残兵四散奔徒 以色列人对撒母尔说 是谁说 素罗不应该做王 将他们带来 我们要处死他们 素罗却说 今天不可以杀人 因为今天耶和华拯救了以色列 撒母尔对民众说 来吧 我们到吉甲去 在那里重新立国 于是他们来到吉甲 在耶和华面前立素罗为王 又向耶和华献赏平安制 素罗和全体以色列人都非常欢喜 耶和华上帝一直随听以色列人的要求 他们要立王就帮他们立王 他们确认素罗作王没多久 阿满人拿核率领军队上来 围困吉列瓦比 城内的以色列居民竟然对拿核表达 同他们立约 表示愿意服从他们 阿满人拿核要求挖去他们每一个人的右眼 作为对全体以色列人的羞辱 在阿满人的威势之下 瓦比的长老求他们宽限 派遣使者去以色列全境求人来营救 却无向神祈祷求问 上帝的灵缸在素罗身上 素罗在比息率领以色列人33万 在黎明的时分突袭阿满人的军营 将他们杀得大败 阿满人的残兵四散奔徒 求上帝宽恕信徒 多小时候 神听了我们的祈祷没多久 当遇到新的冲击 我们又完全忘记了神 转过身来 软弱地屈膝在那个恶者或者现实面前 四出尋求人的帮助 无先求问上帝 求上帝联敏我们 善亡和软弱的信心 总是忘记一切的拯救 其实都是出于上帝的恩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约翰福音六章四十三至七十一节 耶稣回答他们说 你们不用议论纷纷 如果不是猜我来的父吸引人到我者里来 无人能够来 到我这一道来的 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先知书上这样讲 他们都要受上帝的训绘 这道是指凡听从父的教导 有去效法的人都会到我这一道来 这个并不是说有人见过父 唯独从上帝而来的那位见过父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信我的人有永生 因为我是生命的粮 你们的祖先在矿野吃过马那 还是死了 但一个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人吃了就不死 我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生命之粮 人吃了这个粮 必永远活着 我将要赐下的粮 就是我的肉 是为了让世人得到生命 犹太人开始彼此以论 说 这个人为什么能够将自己的肉 给我们吃呢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不吃人子的肉 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 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有永生 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因为我的肉是真粮食 我的血是真饮品 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 我也常在他里面 永活的父差我离 我是靠他而活 同样 吃我肉的人也靠我而活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真粮食 吃这个粮的人必永远活着 不像你们的祖先 虽然吃过玛拿 最后还是死了 这番话是耶稣 在加伯龙会堂里 教导人的时候说的 他的很多门徒听了 就议论话 这些话实在难明白 谁能够接受呢 耶稣知道门徒在那里议论 就说 这些话是叫你们失去信心吗 如果你们看见人子 升到他原来所在的地方 会怎样呢 叫人活着的是灵 肉体毫无作用 我对你们讲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然而你们中间有些人不相信 因为耶稣一开始 就知道谁不相信他 谁会出卖他 耶稣继续说 所以我曾经对你们说 如果不是我负赐恩 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 从此 很多门徒离开了 不再跟从耶稣 于是耶稣问那十二个门徒 你们也都要离开我吗 西门彼得答道 主啊 你又永生知道 我们还要跟从谁呢 我们已经相信 并且知道你是上帝的圣者 耶稣说 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人吗 但其中有一个是魔鬼 耶稣这句话 是指着加律人西门的儿子 犹大说的 因为他是十二个门徒之一 后来出卖了耶稣 感谢耶稣 他是世人生命的梁 他的说话和教导赐给我们生命 借着以色列人的祖先 在旷野吃过玛拿的历史 叫人明白 只有从天上降下来的梁 人吃了就不死 耶稣就是天上降下来生命之梁 让人吃了这些梁就得到生命 不同的人听了有不同的反应 有犹太人彼此争论 议论纷纷 有很多门徒离开了 不再跟从耶稣 即使耶稣一开始就知道 谁不信他 谁会出卖他 他仍然内心的教导众人 关于灵良的信息 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梁 人吃了就不死 我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生命之梁 人吃了这梁 必永远活着 感谢耶稣 祂不是要讨人的喜欢 争取人的表面跟从 而只是忠于坚持 父上帝的使命 和天国的道理 他们就会自救出人的感じ 稳定的是 我们既是欢迎赞和你 我开始ienne 我开始 再降下来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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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经济的压力 是事业的不准 是家庭的责任 是受伤的人际关系 亦或是漫长的治疗 你相信上帝拯救你 天天为你背负这些重担吗 亲爱主 感谢你深深明白我们每日的重担 你乐意天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 借着主耶稣 叫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得向安息 得到拯救 我们应当清红尚 祂应当 借着主耶稣 祂应当清红你 祂应当清红你 歌红你 祈祷奉耶稣基督 福辉又得胜的名求 阿门 祂应当送到来 段志码富нес 祂应当清红 感谢观看